我是新的家 歡迎收看鳳凰財經日報 2021年第一個交易日 內地股市迎來開門紅 承接除夕日 刷出了年內的全年的最高位 那麼戶指今天載幅高開 今晚因為地產跟電信股 受挫而掉頭向下 但是隨後我們看到 有多個板塊暴力拉升 像軍空航天 還有電器設備等板塊 都迎來了超過百分之七的升幅 也帶動戶指 突破了3500點 這是2018年1月以來的首次 那麼戶指中場收報3502點 收成0.86% 聲勢的表現更為強勁 其實我們看到創業板子的部分 今天飆升3.77% 重返3000點整治關口 今天戶指兩市的成交 突破了11600億元人民幣 較前一個交易日大增21% 創下大約5個月來的新高 那麼新年首日A股就送紅包 未來走勢要如何預測 相關的話題 我們邀請今晚我們的嘉賓 A股分音師楊振領先生 稍後來做進一步的解讀和分析 至於亞太對股市 我們看到今年個別發展 韓國跟台灣股市 又創下了收稅的新高 而香港股市低開過百點後 跟隨A股掉頭回升 一度重返27500點上方 而中場收升0.89% 是連續第四天上漲 那麼已經漲到超過 10個月來的高位 現在一個報導 內地股市在今年首個交易日 走出開門紅 滬升三大股指同步高收 固執早段雖然受金融及地產股 拖累而低開 不過市場人氣快速升溫 锂電 軍工 養殖等題材股 帶動下 固執大幅反彈 上充至3511點 是2018年1月以來 首度重返3500點大關 各板塊中 飛機製造 船舶 有色股或資金追捧 白酒股也繼續表現活躍 貴州茅台一度升穿2000元的新高 不過受到房貸限制措施影響 銀行保險及房地產板塊表現落後 固執收報3502點 升29點 升0.86% 成交額增至5233億元人民幣 深程指開盤後 呈單邊上行 收報14827點 漲356點 升幅2.47% 創2015年6月以來新高 成交額增量至6410億元人民幣 而創業板指數則升穿3000點整數關口 收報3078點 大漲3.77% 創5年半新高 香港股市低開後隨即走高 橫指低開144點 但在A股持續走揚下 大盤迅速收復失地 盤中更上充至27502點 刷新超過10個月高位 內銀及內房股受政策影響 普遍走低 建行跌2% 公行錯3.6% 遭紐約交易所破令退市的中國聯通 先跌後回穩 中國移動小跌0.8%作收 而新經濟股則個別發展 騰訊收升1.5% 但阿里巴巴逆市跌2.2% 小米再創新高 收升6.2% 而內需股集體創新高 新加科技股及醫藥股也有所表現 橫指收爆27472點 升241點 升幅0.89% 成交額增加至1826億港元 亞太區股市普遍走高 日本股市受疫情影響跌0.68% 台灣和韓國股市再創新高 分別收漲1.15%和2.47%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人民幣對美元在今年首個交易日 大幅飆升超過1% 在案的極其價升到6.46水平 而離岸價也一度升到6.44的水平 其創超過兩年半的新高 中國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 將會突破百萬億元人民幣大關 而且渴望成為全球唯一 路德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基本面的利好效應 在新年首個交易日 拉動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大幅飆漲 雖然中間價因為上週五 美元指數反彈而下調159個基點 但及其匯價高開高走 在突破6.5大關後 即連上攻 收盤定盤價爆6.4628 较上日定盤價大漲770個基點 離岸價則升穿6.45水平 雙雙創兩年半新高 交易員指出 跨年之後做多人民幣的意願明顯上升 看漲預期也促使外貿企業持續進行結會操作 對匯價構成支撐 預料監管當局如果不出手 調控升值節奏 人民幣匯價將打開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上往6.4大關 而受到風險為那上升的打壓 美元匯價在元旦後的首個交易日進一步轉弱 美元指數在週一歐洲交易時段進一步跌穿上週創下的89.5兩年半低點 對日元跌穿103水平 黃金價格則升穿每盎司1900美元的關口 虛擬貨幣比特幣則在元旦小成價期間繼續飆漲 一度升至34500美元水平的新高記錄 不過到了週一的歐洲交易時段出現高位跳水 一度跌穿3萬美元大關 比特幣在2020年累計大漲超過6倍 但由於存在瘋狂炒作的特性 分析師一再警示要提防急漲暴跌的風險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人民幣升到兩年半的高位 而人民銀行會同五部委聯合發布通知 將會優化跨境人民幣政策 以支持穩外貿 還有穩外資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人民銀行最近連同發改委等五個部委 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跨境人民幣政策 支持穩外貿 穩外資的通知 那麼通知指出將會放寬 對部分資本項目人民幣收入使用限制 以便利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再投資 同時在全國範圍內 開展更高水平的貿易投資便利化失點 支持貿易新業態跨境人民幣的結算 通知將會從2021年2月4號開始實施 人行表示下一步將會會同相關部門 做好落地的工作 加強對商業銀行的業務指導 需需優化 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 切實發揮 跨境人民幣業務服從 實體服務 實體經濟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作用 A股新年首日氣勢如紅 三大股指同步破位 而且成交大幅放量到超過1.1萬億元 那麼開門紅的勢頭 能不能夠引領新一輪的牛市行情 相關的話題我們請教 我們今晚邀請大家嘉賓 楊振領先生 振領你好 江老師 新年好 曾寧 我們看到A股承接除夕日的聲勢 今天進一步的放漆上 供各股呈現普漲的勢頭 行業龍頭也都紛紛走出了新高 那藉由您上一次在去年年底 在我們節目當中也說您對於 這個年後的行情 實際上是比較樂觀的 那麼從今天的走勢來看 您認為究竟什麼樣的原因 令到新增資金現在湧入市場 而在指數接連破位上漲之後 您認為這樣的強勤的勢頭 能不能夠貫穿整個春季 好的 江老師 其實從2020年最後幾個交易日開始 市場中的很多資金 就難以按耐住熱情的情緒 使得幾大指數都錄得一個明顯的 翹尾的形態 新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如您所說也繼續保持了 這種高舉高打的態勢 我們認為隨著時間進入到 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時候 中國的A股市場 已經具備了長線走牛的基礎 首先從這個疫情時代 或者說是後疫情時代 中國經濟強勢復甦 並且持續保持一個高水平的增長 高質量的增長的這種態勢 已經是形成一種 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 這是時代的要求 這也是國運的顯現 這更是A股長線走牛的 基本面的基礎 此外在當下和未來 中國的市場很難再出現 大範圍的這種流動性泛濫的情況 那麼僅有的一些流動性 也很難像過往一樣 無腦式地鋪入到房地產市場當中 簡單說就是未來 中國的A股市場 有望取代房地產市場 成為吸納社會閒散資金 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市場 這也是這種形態 一旦形成 它將會是以5年或者10年的週期 來顯現的 這是我們認為的 A股的這種流動性的牛市的基礎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經過數年的市場生態的治理 無論是註冊制的推出 還是這種退市細則的不斷地落地 以及監管層大幅度提升了 違法違規的行為的這種成本 我們認為未來A股的交易生態 和交易環境將會日益地成熟 健康和完善 這有利於吸引境內境外的 長線資金的不斷地湧入和榨根 這是我們認為 A股能夠長線走牛的 這種治理性的紅利和治理性的基礎 所以在認清這個趨勢的時候 我們就沒必要再糾結 具體應該把握某一年的 什麼春季行情或者是什麼冬季行情 而應該把這種季節性的 短期的行情 視作是一個長期的歷史趨勢中的波段 所以從波段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認為2021年度 全年的無論是交易環境 還是賺錢模式 上半年尤其是第一季度 都會是比較的優質 所以也建議廣大投資人 可以積極地把握主持人 OK 所以新的一年 這個走牛的趨勢沒有變 我們看到今天戶指 駛駛駛兩年多 又首次收復了這個3500點的關口 創業版紙也佔上3000點的 這個整數關口 那麼個股方面 我們剛剛提到了 繼續呈現的是一種強者恆強的 這種格局 包括像特斯拉 汽車 農業 還有特別白酒 都繼續成為市場的焦點 但是這些板塊的漲幅非常可觀 那麼在新的一年 您認為它是否還能夠 繼續成為引領市場的主線 好的 江老師 在探討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可能會給大家交一些涼水 首先我並不認同 強者恆強的話題 因為強者恆強本身是一個偽命題 尤其是在資本市場當中 是沒有什麼可以永垂不朽的 正如你所說 目前A股市場中最活躍的兩個板塊 一個是以特斯拉概念為代表的 新能源品種 另外一個就是以白酒為代表的 消費的龍頭品種 那麼無論是這兩個品種中的哪一種 尤其是特斯拉品種 它除了有一個比較廣闊 和顯然的行業前景以外 很多投資人也是目睹著相關的題材 在美股市場中的瘋狂上漲 進而投射到A股市場中的交易當中之來 但是我們必須要強調 或者是提醒的一點是 目前美股的瘋狂上漲 和A股的穩健反彈 是有本質上的邏輯上的不同的 也就是說簡單說 當美聯儲的印鈔機停止轉動的那一天 這種短期漲幅過大 明顯泡沫化的美股的品種 勢必會遭遇一個血流成河式的回調 那麼彼時A股中相關的概念 也很難做到獨善其身的 至於您提到的 以白酒為代表的消費品種 除了我們老生常談的 機構抱團行為使然以外 它又疊加了歲末年初的消費的 這種景氣周期的疊加 所以我們更多地把它這種上漲 理解成一種慣性的一種效應 但是無論是這兩個板塊中的哪一種 我個人認為它短期或者是過去以來 很長一段時間累積的上漲的幅度 已經非常巨大 它未來上漲的邊際空間已經非常地小 而可能存在的回調 將會又給追高的投資人 帶來明顯的資產的損失 如果你本身就在車上 那麼你大可以繼續享受這個過程 如果你在這個時間 選擇高位追高的話 那麼我們還是建議你應該 謹慎和理性 他強 由他強 千萬不要追高 主持人 OK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新年第一天 人民幣兌換美元的這個會價 又迎來大漲 單天大漲超過了770個基點 然後漲幅超過了1% 那麼向上挑戰6.4的關口 不過在人民幣大漲的同時 我們也看到互生股通的北向資金 今天呈現的淨流出 所以現在您能不能分析一下 這個人民幣的極掌 究竟能不能夠利好A股的走勢 好的 主持人 我認為說人民幣極掌 或者人民幣升值 可能還不是特別的貼切 更加合理的說法 應該說是美元的貶值 因為眾所周知 美國在疫情防控適當的情況下 他們的貨幣當局 啟動了一輪又一輪的 這個量化寬鬆的政策 被外界稱為是無限制的量化寬鬆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 在全球範圍內 這個美元的貶值 將會成為一種共識 而中國在疫情防控的政策選用方面 非常合理 防控的效果也是非常顯著 也是去年全世界唯一一個保持經濟正增長的 主要經濟體 那麼在此消彼漲下 人民幣的升值顯得就相對的比較的突出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無論是各種以人民幣計價的各類資產 當然也包括我們的A股資產 就會陸續受到海外投資人不斷的青睞 尤其是這幾年這個A股的國際化程度 也在不斷的加深 所以各路的這種投資資金 海外投資資金也會藉到各路方式 對A股進行這個不斷的投入 但是您提到的 短線裡提到的就是 近期短期的這個北上資金的回流 我認為跟人民幣這個升值可能關係不大 它更多是一種我認為 逢高就低的一種波段操作 因為近期A股很多板塊也的確漲幅過大 它可能是進行一個波段操作 這種操作方式 我們也建議廣大投資人借鑒和學習 就是盡量多抄底 而不要選擇高位的追高主持人 OK 非常謝謝鄭林 就我們今天傳言熱點話題 做了分析 非常謝謝你 再來關於其他的消息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今天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會議通過了印花稅法草案 還有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修訂草案 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納入法律的範圍 根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報導 會議強調要深化放管服改革 著力優化營商環境 推進政府項目的招投標市場化改革 要加大對增加企業融資成本 潛規則查處力度 提升監管的效能 會議並通過了印花稅法草案 草案總結印花稅佔行條例實踐 一方面總體保持現行稅制不變 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納入法律範圍 那麼另外一方面 減並取消許可證照的印花稅稅務 減輕企業的稅付 並且減少自由財量權 堵塞任意性的漏洞 會議決定將草案提醒 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主要帶您關注的是 美國證券交易所 對三家中國電信運營商 啟動栽牌程序 中國證監會批評 這個事件是出於政治性的目的 待會見 澳洲股市在新年首個交易日 全線走強 其中英國股市最多急漲超過3% IHS馬其特公佈上個月的 歐元區製造業PMI宗值為55.2 表現勝過11月份的53.8 利好氣氛 帶動歐洲股市集體上漲 德國 法國 西班牙股市 目前上漲超過1% 意大利股市升幅則稍稍落後 至於英國政府開始為民眾接種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又預期未來幾個月疫情會逐步趨穩 加上上個月的製造業PMI數據 創三年新高 都利好英國的股市最多大漲3% 但是午後升幅稍稍回落 至於美國股市在2020年的最後一個星期 走出了震盪向好的行情 而總結全年三大指數都連續 第二年上升 其中納达克指數表現最佳 累積漲幅超過4成3 美國股市聖誕結果後表現向好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疏控方案 為大盤帶來良好氣氛 不過向民眾派錢金額增至2000美元的議案 在參議院卡關 對市場投資情緒帶來困擾 道成斯工業指數上週升1.34% 標普500指數則升1.43% 而納斯達克指數表現相對落後 但也升0.65% 道指和納指都是連續第三個星期上升 總結2020年道指上升7.24% 標指上升超過1成6 納指表現最強 上升超過4成3 三項指數都是連續第二年上升 本週將有多項經濟數據發布 包括週一公布的12月PMI中值 週二發布的12月ISM製造業指數 美聯儲12月議息計要和12月ADP就業人數變化 會在週三出爐 週四公布的則有12月ISM製造業指數和11月貿易賬 12月失業率及非農就業人數變化則在週五發布 另外投資者也關注國會能否通過加碼的派情方案 富宏卫視綜合報導 針對紐交所啟動中國三家電信運營商的栽培程序 三家公司各自發出了公告回應表示遺憾 而中國證監會3號則批評美方 是出於政治目標上的目的 實施行政命令 破壞了市場的規則跟質詢 中國聯通在港交所公告 公司尚未收到紐約證交所 就將公司美國存托證券下市之決定的任何通知 公司對紐交所的決定和行動表示遺憾 中國聯通知 估計紐交所的有關決定和行動 將對公司的普通股和美國存托證券的交易價格 及交投量產生影響 將繼續密切關注相關事項進展 並研究考慮採取適當的措施 以保護公司的合法權益 另外 中國移動也發公告指 尚未收到紐交所就其ADS退市決定的通知 紐交所的決定和行動 可能增加公司證券交易量的波動性 並對公司證券價格產生影響 公司將及時研究分析 並加強與上市地監管機構的溝通聯繫 以保護自身及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合法權益 中國電信發公告指 尚未收到紐交所有關下市決定的任何書面通知 紐交所的決定可能對公司的H股股票 和美國存托股份的交易價格及成交量產生影響 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相關事項的進展 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3日就此事回應之 受影響的三家公司發行美國存托憑證ADR 在紐交所上市已經接近或超過20年 一直遵守美方規則和監管要求 發言人指出三家公司的ADR總體規模不大 即便摘牌 對公司發展和市場運行的直接影響 相當有限 中方堅決支持三家公司 依法維護自身權益 同時批評近期美國一些政治勢力 不惜損傷美國資本市場的全球地位 持續無端打壓在美上市外國公司 是不明智的行為 鳳凰威視綜合報導 香港特區行政院長 長官林鄭月娥在最新的一份 施政報告當中提出 為了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領先的 私募基金樞紐地位 將會為在香港營運的私募基金 所分發的附帶權益 提供稅務上的寬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徐正宇 今天在立法會會議上指出 有關的建議是回應 基金行業今年的變化趨勢 近年來因應國際稅務制度的改變 基金趨向在同一個地區註冊和管理 促使基金結構和活動由離岸變為在岸 而其他地方因應這個趨勢 亦紛紛優化他們吸引私募基金 到當地營運的措施 並取得相當的成效 而我們香港亦有必要 是要充分把握這個趨勢所帶來的機遇 推出針對私募基金特殊性 以及具競爭力的措施 以實際行動去挽留 以及吸引更加多的私募基金 來香港落戶和營運 他表示爭取2月初 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附帶權益是和私募基金投資表現 掛過的回報類似於資產增值 由於基金在選擇註冊還有營運地方的時候 稅務待遇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 因此建議就基金管理公司 及雇員獲發的附帶權益 豁免全部利得稅和新奉稅 但是必須要符合若干的條件 元旦假期內地的消費進一步回暖 根據銀聯數據顯示 元旦當天的跨行交易 已經恢復到去年同期的水平 同時今年元旦假期電影票房 也創下了歷年同期的新稿 內地銀行卡清算機構銀聯的數據顯示 今年元旦當天的跨行交易 基本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 總金額達到3592億元人民幣 當中浙江 陝西 甘肅和貴州地區的 消費金額按年增速領跑全國 同時內地電影票房在元旦假期 也創下新記錄 據燈塔統計數據顯示 元旦三天假期內地電影院 合共錄得12.9億元人民幣票房 高於2018年同期的12.7億元 創下歷來票房新高記錄 節日期間各地餐飲零售消費 進一步回暖 美團數據顯示 北京元旦假期的外賣交易額 同比增長36.3% 根據北京市商務局公布的數據 超市發物美兩間超市的銷售額 同比增長近9%及7% 假期也迎來客流高峰 國鐵集團數據顯示 12月31日至1月3日 元旦小長假運輸期間 全國鐵路累計發送旅客 3472.6萬人次 其中1月1日為客流高峰 發送旅客989萬人次 日均開行旅客列車超過9100列 日均加開旅客列車503列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謝謝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節目將祝您晚安 再會